来看一下每一位的分数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啊 那么我要说的是 四位当中 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大忽悠 其实呢 他接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那种的玄机 他知道这几个题 哪一个简单 哪一个难 哪一个好做 哪一个不好做 他在忽悠我们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 把他揪出来 我想问一下 周旭峰 你认为四个人当中 谁会是大忽悠 说得好 我们再问一下王宝宝 我觉得就是那个 葵葵哥 他讲的像李葵 挂馅你知道吗 真就挂馅 一看就是 就是坏 不是好人 他就是这么耿直 你知道吗 我以为光这么喊我了 郭哥哥 感觉葵哥哥都这么喊 臭葵哥哥 虽然我有一张那个 猥琐的脸 但是我有一个善良的心 不是外表而已 外表起个憨厚的 你看看 有好人体说话了 是吧 把那俩吃饭 坏了 又老他头领 可能 就很好